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来看 针对目前金融市干粉灭火器的优化 市政府消防局进行说明会 金融市长谢国良亲自参加 并练习操作最先进的水灭火器 画面上是金融市长谢国良 亲自来练习新型的水灭火器 他认为可以透过防灾教育宣导 也让民众多多练习有备无患 我发现我是灭火器新手 那我觉得灭火器使用有一定的技巧 其实刚刚灭火器的那个化学药水 一接触到火焰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有不同的这种反应 所以我觉得一个灭火器的一个教导使用 我个人认为包括我本人在内 应该都是未来消防局 我鼓励他们要去加强民众的熟悉度 跟加强训练 那大家想想看这个灭火器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时间 有效期间的 如果就这样过了 然后也都没有使用它 其实就得报废 所以某个程度 我刚刚也跟局长讲 到一定要报废的时候 其实应该让大家来学习训练使用 那我们感谢这个很多议员今天都有到场 帮我们共同的来参与这个 未来更新的一个计划 非常感谢我们市议会 有很多的议员 这一次给我们基隆市的 这个狭小巷道的灭火器 来优化来更新 那主要呢 这一次我们要针对一些这个灭火器 容易爆裂的这个部分 我们做一个整个检讨 第一个我们要先把这个灭火器 要把它作业 要把它回归到民政系统来 也就是说要请我们的里长 或者社区的理事长 林长 这些人来帮我们管理 有效的管理 才可以让这些灭火器 可以真正的达到这个使用的效果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把这个灭火器 把它提升为比较环保的 这次我们使用的是 用那个蓄压式的水灭火器 它的灭火效能值 比这个干粉灭火器 更好 更棒 所以说它的这个效能 可以说在我们全国 我们基隆市 这个是第一次的示范 让各区里 人民众来申请使用 另外我们也动用了预备金 要让我们基隆的里林 对于我们目前的7300多支的这个灭火器 全面的清查检测 因为我们的灭火器有很多 已经是超过十年以上 都没有任何新的处置 而一般灭火器三到五年内 其实早就已经过期 也就是说 基隆市很多灭火器 其实已经过期了 长达五六年以上 那我想这一次的一个全面检测 也可以让未来我们的消防环境 得到更多的安全 那这部分也感谢议会大家的大力支持 还有谢谢消防局 包括向局长跟消防弟兄姐妹的努力 市长谢国良强调 为了确保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将动用预备金 在年底前全面进行检测 现有的灭火器 并在三年内逐步汰换 成为对环境及人体 更友善的水灭火器 让市民能有更充足的救灾因应资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您来看 针对驱离巷道间的灭火器安全问题 市长谢国良相当重视 未来市府将通过民政系统的驱公所和邻里 来做好灭火器的建制与管理 议员们表示相当肯定 基隆市消防局展示最新的灭火利器 这个由台湾制造的蓄压式水灭火器 未来将取代较不环保的干粉灭火器 消防局说将分三年回收救灭火器 市府也将依实际需求 逐年采购设置新的水灭火器 我们要逐步更新 成为这7300多只都是有效可用的 那这700 7300多只的放置地点 就会由这个民政系统 跟里长 林长 甚至里干事 大家共同来商议 放置在最合适的地方 多位市议员跟里长到场参加 肯定市府关心消防安全的用心 我是建议说应该广设的 市长这个构想非常的好 就广设的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林长照顾三支灭火器就好 你就知道压力表有没有正常 这支灭火器还在不在 期限过了没有 我们每个林长都有参与感 都有一个管理的一个权限在 我想这样总比我们消防员到处去巡视 到处去找我们灭火器 到处去担心这个灭火器过期的没有 我想分工合作 这个构想是非常的好 不过我最重点就是希望 基隆真的要广设谬及 尤其我们的很多向道 是相反正到不了的 广设对我们基隆是最好的 谢谢市长得正 谢谢我们局长的努力 然后市长呢也非常贴心的 因为我在议会 第七大会有提到 我现在用干粉式的已经不适宜了 因为它不环保 而且整个烟雾弥漫 是不是会伤到身体 所以我觉得用水性的是比较好 对 比较精进 尤其是今天的这种新款的灭火器 不仅是环保 而且又落实到管理 刚刚讲七千多支 我们如果说让李林长去管理的话 随时保障我们的安全 不要让这个火灾一发生 因为消防景地有限 林立无穷 每个人随手一支灭火器 马上可以迅速地解决火苗传奇的危机 那但是呢 有些人 灵呢 它可能比较大 它可能三天是不是不够 那是不是未来的话 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个讨论 那呢 感谢我们的市长 那也感谢我们的局长 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折政 那未来呢 又可以改变 变成那个水市的这个灭火器 市府计划未来将由区公所跟李林长来决定灭火器设置地点 并进行有效管理 现场也邀请台北市的里长来分享管理经验 李林是最小的行政单位嘛 那当然只有里长才知道说 灭火器哪里比较需要 那我们就会去放置灭火器 那当然在做检测的时候 因为三年会检测也是嘛 要收灭火器 我们才知道说灭火器如果不见了 会到哪里去啊 那有可能附近的店家拿走啊 或住家拿走啊 或大楼公寓拿走 那我继续请他说把灭火器拿出来 做检测 才不会说到时候什么瓶身破损啊 什么施压 药气变质啊 到时候火灾噴不出来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台北市都是用李林啊 作为灭火器的维护管理单位 那这样子能够比较不会说 让灭火器失去它灭火的作用这样子 市长谢国良强调 感谢议员跟李林长共同来关心消防安全工作 希望透过灭火器的太旧换新 跟有效管理来保障全体市民朋友的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另外在市议会预备会议中 市议员李敏徐指出 今年7月1号起 市政府殡障所在收取大链费用300元后 就没有再像以往一样协助家属 把库前或卫生纸塞入棺木里固定大体 议长佟子伟表示 议员们提出的质疑 将在10月25号起的一个月 定期大会召开时 要求民政处报告清楚 机动市议员李敏徐在市议会预备会议中指出 接获民众反映7月1号以后 殡障所在收取大链费用300元之后 就没有再像以往一样 协助家属把库前塞满棺木里面 也因为没有固定在送往火葬场搬运过程中 容易导致大体摇晃甚至翻身的情况 从兵库出来之后到这个礼厅 大体会放在礼厅的那个 我们栽养一楼嘛告别 那你应该是要把库前塞好塞满 那你送上去火葬场的时候 一定会有搬运 会有那个跟动嘛 那现在是没有做这个动作 那都要叫家属 王政者家属或者是殡障业者 自己去做这个动作 可是你有给他收这个300块 照理来讲是家属准备库前 然后那个殡障所的同仁要把他 那个殡障组的同仁要把他 这个大体要塞好 然后我们路练封丁之后 送上去火化场的时候 才不会有跟动 不然你从那个礼厅结束之后 要送上去火化场 这个跟动过程一定会 棺木会上上下下嘛 所以有时候到火化场准备火化之前 那个棺木是整个遗体是 可能是翻了 虽然说已经那个封丁了 是看不到 但是你这个对王政者 其实是一个很不敬的行为 一般你是要把它封好封满 才叫做大练 所以他现在我们目前的殡障所的状况是 直接把大体就放进去棺木 然后就是丢着 也没有用那个库钱把它固定好 那造成家属的时候看到 可能说我们在最后的 沾养一龙的时候 会看到说 为什么旁边都这样坑坑 然后送上去的时候 你在搬动的台关者 他其实都会感受到 这个大体在晃动 在移动 那到了这个火化场的时候 会不知道他到底是 可能整个人变侧面的 或是整个 甚至有些屁股是直接朝天的 机动市议会议长童子威表示 将在10月25号开始 为期一个月的定期大会召开时 要求主管单位 机动市政府民政处报告清楚 敏讯议员提出来的问题 我想相关殡障业者 都会有相关的成情 给我们的议员同仁 所以我们也会特别请议事主 要求民政处 在这个业务报告的时候 请殡障所特别列席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完整资讯 在书面的资料 以及业务的答询都说明清楚 我想我们后面再来做一些相关的调整 那如果有需要 民众认为有需要不足的地方 我想我们也会要求市府 做适当的调整 符合现阶段 然后也符合大家的这个要求跟需求 然后我想这个是一个 呃 因为这个殡障业是一个服务产业啦 那我想对遗体的尊重 或是整个殡障所必要的调整 包含其实我认为交通动线 也可以再做一些更好的疏导跟规划 那环境的整理以及我们大家的一些需求 包含未来可能有环保金颅等等的 符合时代的需求 我想殡障所未来在这个会期中 应该会占很大的版面跟篇幅 我们也希望殡障所可以特别做好完整的说明 市议员林敏勋进一步表示 死者伟大 其实许多民众认为 基隆市殡障所的各项业务服务 相较于其他县市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如果可以更进一步 好好跟殡障业者沟通 以及更精进对往生者家属的服务 相信对死者跟往生者家属将是更大的尊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中秋年假安乐区外聊里篮球场 篮筐 篮网遭人破坏 维修费至少5000元 球场也被迫关闭一周 监视器一拍下 一群人拿着篮球 轮流上演灌篮高手 但过了一整夜 紧贴球框的篮网越来越垂 才发现他们根本是在搞破坏 那个玩归玩也玩得太过分了啦 对不对 因为这边很多人在打篮球 你一拉坏的话 就少一个地方可以玩了 呵呵 非常不应该啦 就有听说是有一个人失恋啦 那心情不好啦 然后这边再玩 一个拉 两三个人又跑过来 大家这样再拉拉拉去 这样就把他扯坏掉了 安乐区外聊里社区篮球场 平常使用绿膏 常常聚集不少民众运动 不过就在中秋年假期间 这群年轻人不好好打球 却大搞破坏 这样的破坏行径 也让其他人不能打球 球场被迫封闭一周 蓝筐损坏的话 坏掉的话要四五千 四五千块 大概五千 大概五千 我们是欢迎小朋友 来这边打篮球啦 但是我们 真的是很 很讨厌 很不希望 来这边 拉篮网啦 篮筐啦 造成这样一个损害 你这样造成一个损害 其他的人要来玩 这样的话造成他们也是一个不公平 然后也造成说 驱公所 还有我们理办公处 在维护方面 每次都要编一笔金费 找一笔金费来 买篮网还有篮筐 是真的很大的一个困扰 当地里长相当无奈 每次都要找经费 再来修篮筐 里长很欢迎大家来打球 但请正常使用 不要再大搞破坏 记者 黄梢明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112年河安第29号演习 时兵演练 状况假设 已经停机的核二厂 能可能面临复合式灾害 会导致核子事故 因此 模拟医院撤离 弱势族群 中央灾害疫苗 新美肌疫苗 从疫苗核二厂 进入长约50秒 警报声响起 和爱演习 某人核电厂 发生事故 警车和台电车辆上街广播 通知民众进行防护作业 确认 期待病例 其两天份的要路 由护理当班主管 与护送医院的演习 而在核电厂几公里外的医院 在辐射外室前 医院立即将弱势族群和病患 进行预防性疏散 利用游览车 将民众送往博外之家 进行妥善安置 今天可以看到 我们的引导人员 已经将民众陆续的 引致门框之抵制 今年核安演习 首都在国道上进行演练 原本规划在基隆的防护站 因故不能启用 依据应变计划 启动备原防护站开设 在国道3号 七堵南下地棒站 进行紧急救护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伤害已经经过 左山的处置后 台上三架床 那两群群群呢 都没有收到物色污染 民众搭乘车离专车 来到防护站 依序进行人员辐射偵测 登记边管作业 而可能遭到污染车辆 同时进行储物作业 112年 河安第29号演习 我想 因为核药厂 算已经进入储益阶段 因为用过核燃料 还在原子炉 还有燃料水池里面 暂时还拿不出来 虽然风险降低 也不是完全没有 基于就是物事灾害之不来 事由以代之 我们还是要做好各项的 核安演习的准备 以来确保有备无患 也让基隆市的市民 可以得到他应有的安全 专场演习下来 动员了金融市政府 医院军方和民政系统 希望未来一旦真正发生事故 能够临危不乱 处变不惊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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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迎访来自一次药师佛店参拜感受伐喜 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提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点 从我改变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计划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小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看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管标固定清醒 电视音效 洗击等等电池用品没在用 把下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旧电炮换你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哎呦 真厉害啊 哎 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拒绝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味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一位曾经在马来西亚碰论学校担任料理老师的华侨 正能量 在疫情之后 把马来西亚的特色小吃带到基隆湾木山 运用香茅和咖喱粉作为特色料理 让这里的红砖屋飘出浓浓的南洋味 将洋葱 将切成片 大蒜 香茅 切成段 全都倒入果汁机 打成泥的酱料可是独门的秘方 酱汁淋在鸡腿肉上 撒上咖喱粉 腌制四个小时之后 再下锅油炸 金黄酥脆的香茅鸡 口感细嫩不油腻 香茅鸡一定有香茅 然后酱片 蒜仁跟洋葱 秘诀是在于咖喱粉 其实咖喱粉还会带出整个味道不一样 因为它融合了25种的香料 融合在咖喱粉里面 这是马来西亚最厉害的 我觉得 然后其他调味就自己适中 喜欢吃咸一点来甜一点就可以自己调配 而这一道马来西亚小吃中最常见的沙爹串 使用鸡牛羊猪 业者说用炭火或是烤香烤 过程中还要涂上奶油和香料来增加香气 鸡肉吃起来很新鲜 然后他们好像感觉腌制蛮久的 那那个香料的味道一样在这个鸡肉里面 让鸡肉变得更软嫩 然后香气也非常的足够 那加上这个酱料的部分 也是让本来鸡肉就有一点咖喱味 那再多增添一些香料的味道 我觉得很好吃的 油锅里 这一道看似台湾的天妇罗 其实它正确名称叫做炸鱼香 吃起来呈现QQ的口感 其实叫Globo 那因为我们在台湾找不到这样的 因为在马来西亚呢 其实Globo是随处的路边汤都吃得到 那么本来是薄片 但是在台湾我们觉得像Olen这样 或者像这种咬的鱼浆类 那我们也是用鱼浆去做的 但是里面有一位特别的香料叫做Blat酱 那Blat酱是马来西亚独有的这个香料 然后我们把它混入 然后再加上面粉 就把这个鱼浆变成不一样的风味 吃起来更Q更有咬气 而且还有一种鱼香的味道 所以我们叫它炸鱼香 吃南洋餐点 当然不能少这一道炒鱼啊 师傅熟练翻炒锅子 将酱料发挥到极致 而想吃清淡一点 也可以点这一道椰香咖喱 我们马来西亚特色的菜 因为马来西亚都知道是香辣 辛香料多 那有香茅姜黄 姜跟蒜其实都有 那主要就是还有一些 我们马来西亚比较道地的一些特有的一些腌汁香料 像巴拉酱 它就是要做我们这一道鱼香一定要用的巴拉酱 那再做香茅鸡 那我们其实在饭的这个工序比较多 其实台湾也蛮多料理 后来有引进香茅的做法 那在这里吃到的就是有一种特别道地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说太过呛鼻 或者是太过刺激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是蛮顺口好吃的 在朋友的邀请下 主厨正能量来到大五轮沙滩附近 开设南洋风味餐厅 没有抢眼招牌 用餐就在红砖屋内 而墙上这几幅油画是他们的特色 我们把这边市集来融合 就是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色的东西在这里 不一定就是吃喝玩乐都会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市集 我们就是要把娱乐跟我们休闲 还有艺术结合 你们可以看到来这边逛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艺人 我们有很漂亮的油画 我们的杨老师的作品 来这边的人他不是只有 就是我们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些 烤香肠的一些料理 那我希望来这边的游客 尤其都是外地的客人来这里 那包含了有桃园的 我甚至还有客人是从云林那边上来的 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沙滩 让他们觉得很漂亮 所以我们会想让他们在这边 可以多一点文化的饮食 疫情之后 外木山游客回来了 浓浓奶洋风味和在地的餐饮作为区隔 希望让莱吉隆的游客 品尝不一样的英国料理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便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都请满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 机车族停车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 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离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盆栽 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